那就是剛彈化那個米跟麥茲那邊煮沸之後 就過來這邊進行過濾的動作 剛剛我有講嘛 就是他第一次到第二次這邊 這個過濾槽很大 看起來都一樣其他的功能是不一樣的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嘛 他今天第一次先利用麥茲的時候過濾 然後再用經過過濾槽再過濾一次 這就是進入漩渦場 他是用釐清力 再把最細最細一些沒辦法過濾完的東西 再把它釐清到周圍 因為我們麥茲是要透明澄清的 沒有任何雜質 這個的話我們六日是沒有在做 但是他理論上他們都還沒有在做 因為我們彈化這邊大概就三班是一到五而已 對 六日應該理論上如果有排 排給發酵的話 他趕快做完就排給發酵啦 就這邊就會進泡了 理論上如果沒有逛機 真的需要很多啤酒的話 一般六日這邊是五日的 對 那如果逛機的話 六日也會這樣排 對 那彈化大家講的就是這樣齁 那大家跟我走龍腳的話 好像我比較輕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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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